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234集 肯定有事 鱼醉看到了林雨静正装警服 禁毒上外出很少穿制服的 她想了想 想到了一个最坏的推测 却又不敢问 林雨静抬头时 发现鱼醉痴痴地看着她 惊了一下 怎么了 没什么 一个月没见 看你变漂亮了没有 那 变漂亮了 漂亮 特别是制服穿在身上 真漂亮 鱼醉笑着 很刻意地凝视着 显得威风 你身上的所藏无所遁形 她一怒 鱼醉已经习惯了 黑黑奸笑着指着林雨静 你这个职业表情一出来 就不漂亮了 换换 换个羞涩点的 那样才有女人味 去死吧你 林雨静斥了一句 被逗笑了 想和鱼醉拉下脸 可没那么容易 不过这恐怕也正是她喜欢和这位 坐在一起的原因 最起码对方不会被她的偶尔神经质的表现 吓跑 对了 曾经身边被吓跑的男人有几个 还记不清了 不过没被吓跑的 好像面前这位算一个 又一次割下筷子 一饮而尽杯中酒食 鱼醉可看不过眼了 叫着服务员 服务员 热两杯花生奶来 这菜一瓶你都窃了 不是不劝我少喝吗 我倒不担心你的胃 不过 我担心我兜里的钱呢 抠门 服务员 哎 林姐 有心事 酒可消不了 林雨静的表情一僵 她以为自己隐藏得挺好 不过看鱼醉那样子 她又觉得 要在这个经历过贩毒大案的边外特勤眼中 隐藏什么事情 可没那么容易 你怎么知道我有心事 哎呦 干咱们这哈的 谁能没有 有些事 得心理调整一下 前段时间 机场那个失泄案 哎呦 你真不知道我们受了什么罪 连轴转 七十多个小时 睡了不到七个小时 等案子一完 才发现 脑袋里钻进一群蜜蜂一样 嗡嗡直响 歇了好几天都没歇过来 要是个顺利案子还好说 哎呦 你不知道 那案子呀 想起来我心里就有一个大疙瘩 我听说过 怎么 你们也参与了 什么叫参与 就是我们几个找到目标的 于最把案情的蹊跷 大致和林语静讲了 讲到关键节点之处 绕了个弯子 讲到关键寻找方法 又绕了个弯子 听得林语静直拍脑袋 大呼自己智商有问题了 不过听到最后 那个草草的处理方式时 他沉默了 好半天没空声 其实呀 有些事我也整明白了 该糊涂就糊涂 有些时候 想想这些嫌疑人是瞎活 不拿自己当人 可反过来想想 咱们还不是一样 只要一干活 整个也不拿自个当人 反正就像着魔一样 总想抓到真凶 我一想到以后几十年 就这么瞎活 我都后怕不敢往下想 于醉未卜先知了 对未来的迷茫 有点渐渐成了恐惧 本来劝林语静 可不料于醉说完才发现 似乎方向错了 不劝还好 劝得他更黯然了 于醉此时才醒得 一定是发生了 很不简单的事情 否则不会让 酒精沙场的林警司 显得如此落寞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着 林姐 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你们禁毒上 其实 我是刚从医院回来 林语静轻轻一语 听得于醉咯噔一下 整个人僵住了 没敢往最坏处想 可偏偏发生的 就是最坏的事情 突击组里的两位同志 是我在特警支队时候的战友 我们一起进了禁毒局 这一个月 我们一直都追一宗贩毒案 直追到和咱们省交界的一带 抓了六个毒贩 计划再精密 也免不了纰漏 在抓头目的时候 没想到保镖身上 都绑着炸弹 他们知道横竖是一死 就那么拉响了炸弹 就那么炸了 就那么炸了 炸得血肉模糊 我们两个突击队员 都是重伤 等出来 就是终身残疾了 于醉没有劝什么 这种事对他 没什么冲击的感觉了 那些敢拎着脑袋 贩毒的嫌疑人 抱的就是要么成功 要么成鬼的心底 和这些汗不畏死的人 打交道的基督警 很多时候都在命玄 一线中一决生死 一步是生 一步是死 警察和罪犯 都能体会到 这种惨烈的美 即便于醉经历过 仍然让他觉得 有一种战力的感觉 一瞬间 他想起了韩富虎 那个对自己脑袋 开枪的嫌疑人 那股子汗勇 足够让人不寒而栗了 林雨静泪流了好久 直到服务员 送上热好的花生奶时 他才掩饰什么似的 擦干了眼泪 为自己的失态抱歉 于醉笑不出来了 拿着杯子腰着他 喂 我们碰一杯 其实你不应该哭 应该为他们高兴 高兴 对 高兴 他们可以离开 这个操蛋的警种了 可以一样天年了 可以过上 梦寐以求的平安日子了 于醉叹着气说着 那是一种由衷的祝福 林雨静稍有动容 输了一口气 和于醉重重碰了一下杯 对 你说的对 应该高兴 为他们高兴 勉了一口 就被烫了一下 于醉笑了 林雨静也带着眼泪笑了 他又一次看着于醉 泪眼带笑 其实在我们廖局眼里 你和马鹏 都是种子队员 现在想想 你是对的 死活不去进毒局 抓捕回来的路上 我和马鹏 李方远 高远他们几个 还谈起你了 都说你是个鬼机灵 阳城那个案子 可要比我们这次经手 大得多 偏偏那个大案 就像我儿一样 直到现在 大家都还挺想你的 孩儿算了 我可不想他们 不包括你啊 那你的意思是 就想我一个人了 林雨静突然一问 眼睛睁大了一圈 似乎对于答案 非常期待 实话实说 于醉没怎么想 昨天还和安家路约来着 不过他此时 看着林雨静 那红肿的眼睛 那落寞的样子 肯定又是经过了 像阳城那样 很长时间的忙碌 才忙里偷闲 约自己一起吃饭 于醉此时 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沦陷 于是他用一个 甜蜜的谎言 掩盖了心里 正在想着 另一个女人的卑鄙 当然想了 只想你一个人 于醉寒情默默的眼神 曾欺骗过毒霄的眼神 同样也成功地 欺骗了林雨静 林雨静面对着 那一双深邃的眼睛 一双明亮的 足以让一个人 光彩四射的眼睛 她突然脸上烧烧的 没来由的羞涩 有点不好意思了 更有点后悔 自己开口提 这个暧昧的问题 我想 林雨静半晌抬头 抬头和于醉四目相接时 却又慌乱了 我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 就是闷得慌 玩去 把警服扔了 关了手机 找个好玩的地方 疯玩一天 然后再回来上班 换换心情 于醉教唆着好同志 开始变坏了 林雨静稍稍一皱眉 哎呀 这个很好办的 头疼脑热拉肚子 不舒服了 老家亲起来了 随便就是个理由 谁还不准你驾驶呢 你 平时就这么请假的 我不请假 我直接矿工 反正矿一天两天 又开除不了 林雨静又被于醉的 无耻逗笑 每每在于醉这 郁闷总是消解得很快 这不是吗 连好同志都被教唆坏了 林雨静被于醉忽悠地 接受了矿工的建议 好 这次就听你的 你想去哪玩去 都可以 我就只去过动物园和碑林 你这生在长在本世的林姐姐 居然还没有我这个外地人 上学时翘课去的地方挪啊 那就去 离物城路最近的双塔寺吧 行 来 脱下警服 换上便衣 关掉手机 我再给你讲点 我们反盘略的去事 好啊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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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